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5月17日 水源三星望琴金拳上午 拿含职业联赛周二傍晚再度迎来角逐 届时水源三星将主迎金拳上午 M直播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水源三星近期主场表现不俗 而金拳上午最近接连失分之余 金济作客表现亦极其糟糕 看好水源三星是一主场能够全取三分 虽然水源三星时二轮过后在总积分方面不如金拳上午 但他们金济三场胜仗均在主场所斩获 当中最近二轮更是联克卫山现代以及城南FC 且比分均为1比0 与此同时水源三星金济主场抢分能力属于联赛前列 不难看出他们主场表现是相对有保障的 金剑西和易沙利的表现值得关注 前者金济二个入球均来自主场 而后者作为外援亦有二个联赛入球斩获 并且还是主场击退卫山现代的功臣 需要注意 今年水源三星面对金拳上午其实并不占优 最近二次对话合局收场 此前主场出击同样难觅胜绩 但鉴于金拳上午最近表现有下滑迹象 水源三星近期主场又气势如虹 他们迎来了终结对赛不胜的大好良机 金拳上午和水源三星一样都并非是擅长做客的队伍 他们目前所取得16个积分里面 只有5分是做客所获 在联赛头7个做客之中 金拳上午仅仅取得一场胜利 当中7比9的得失球比还表明 他们存在着攻防两端的失衡问题 至于近况方面金拳上午难言理想 他们经济整体就给人呈现初步稳定的感觉 毕竟他们联赛从未试过联胜 亦未尝过联败 反倒是在此前接连与全北汽车 以及水源三星达合收场 近期又在冀州联以及大秋FC身上接连身份 最近二轮甚至只有一个运动站入球 后防却失四球 总体而言 金拳上午境况不佳之余 做客竞争力又偏弱 即使他们手握对赛优势亦难以凭此获胜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这次提醒你 吗 小新编军 快点 小新编军 很容易 很快 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